哈哈哈哈哈哈 ja 哈哈哈哈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里是最懂游戏的董哥 就在五分钟之前 荒隆弈斗的卡池终于上线了 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位角色的所有的信息 所以我们来聊聊荒龙异斗 这个角色吧 首先我们现在来聊一聊萌新玩家们 都想知道的一些比较直接的信息啊 我们今天就先由剩衣物到武器开始逐渐了解 这个角色 黄龙一斗延细双手剑角色 连拿着一把奇怪的四星宫的九条都打不过 他用实力向大家证明了强度跟剧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首先先上结论 一斗是新时代的延细祖C 从各方面的数值都注定了他将会是那一个扛起2.0时代延细祖C输出位的那一个男人 在上一个视频 我曾经对比过满命的罗艾尔和灵命的一斗 我给大家列决了好几个女仆会被大家容易忽视掉的优点 但是如果要聊起黄龙一斗的话 那么一斗的优点那就是纯粹的暴力流和输出来 灵命的一斗在各方面已经是满命女仆在数字上的加强版 这个是不用去质疑的 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 米哈又怎么出来卖卡呢 相对而言 罗艾尔更像是延细的星海 机制上面更像是延细的指挥官 而黄龙一斗更像是冲锋陷阵的降领型的角色 是一名纯粹的主C型角色 这段时间我收到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黄龙一斗队的最后一个人应该选谁 比如说没有阿贝多是不是真的就不能玩一斗队呢 比如说一斗是不是跟肖很像什么的 我知道大家都在关心什么 但是不用着急 这个系列的视频 我们将一一分解这些问题 好了 首先上来我们先聊聊圣移物 圣移物方面首选当然是跟着版本一起上线的滑管四件套 这个用膝盖都可以想出来 然 我猜很多人没有猜到的是二盘炎加二华管跟四华管比起来 居然只差了10%左右的输出伤害 没错 各位又是经典的10%呀 给你算的稳稳的各位宝贝 也就是说如果你本来就是个岩队的老油条了啊 手上又有这么两件双爆50分的盘炎套 你会发现你刷四件套的那个过程将会变得无比的沉长并且痛苦 所以说大家自己看一下自己的背包情况吧 如果你是个老油条的话 二加二是绝对可以过渡的10%的差距分分钟就被三个双爆词条给追回来了 当然提起岩队就不得不提起另外一套剩一物逆飞的流行四件套 有意思的是 因为逆飞流行四件套的增伤区间给的比较慷慨 所以你可以看到逆飞套比二加二还要强5%左右 但是5%就更不要说了 可能一个词条就基本上追回来了 完全配不上四件套这么难刷的高贵程度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 不同于罗爱尔自己可以制造一定程度的护盾覆盖 荒龙一斗是不能自己开盾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一斗选择了逆飞流行四件套的话 那你基本上就是绑定钟离了 我相信聪明的同学都从武郎的设计极致再到一斗的命之座都可以看到满满的清定感 换句话说 策划门在教大家玩游戏 三岩队的版本答案已经直接贴在你的脸上了 所以如果你有阿贝多的话 实际上你可以动的格子只有一个 如果最后一个格子你还不得不完完全全锁定钟离的话 那你的配对灵活性就很差了 在绝大部分场景下 我觉得最后一个格子带钟离都是一个相当优秀的选择 事实上 就我个人而言 武郎的使命给的那一点点蚊子肉治疗量 我觉得是够用的 我也相信来这个频道看视频的玩家们都是相对比较硬核的 每一点五秒钟回复一千左右的前台治疗 对于不少操作还可以的玩家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你去深渊使用率上面看一看 你就知道大部分的玩家还是倾向于更安逸的环境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如今星海的出场率会暴增的原因之一 但是大家要搞清楚 那就是去参与深渊统计的玩家相对而言其实已经是比较硬核的了 就更不要说一般的玩家 如果看到狗超他们直接在深渊安排个狗海战术 多半就是果断提掉钟离的了 然后上一个奶妈 再加上武郎的天赋本来就有互断结晶战魔在里面 所以三岩队最后一个格子可以说是留给岩队的一个压箱底的灵活性 如果你因为一斗穿个什么逆飞四件套就直接把这个灵活性给一巴掌拍掉的话 我觉得并不理智 还不如直接选择二加二 没有任何条件就可以直接发挥特效 所以关于晃龙一斗的剩一物选择 我觉得非常简单 那就是四滑管大于二加二 最后的选择才是逆飞流星四件套 说到这里就有几位十连出三斤的帅气又动人的观众要问了 诶 董哥那决斗士呢 没错 因为晃龙一斗的面板模型基本上是跟女仆完完全全重叠的 那么会不会跟女仆一模一样 同时可以使用逆飞流星四件套跟决斗士呢 答案是不能的 因为对于一斗而言 重击的伤害被设计成了占比并不低的部分 而决斗士四件套对重击是没有任何的加成的 在这一点上 对于并不太依赖着转圈圈的女仆而言 重击是可以舍弃的 但是对于一斗却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了 放弃了那个被判定成重击伤害的荒容逆袈裟的话 你基本上就等于放弃了一斗的特色了 关于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全世界的玩家都有不错的决斗士四件套 如果把一斗设计成了可以使用决斗士四件套的角色的话 那么新本将会变成刺头刺尾的小丑 对于策划们而言 玩家们的上限时间粘度以及刷圣衣物的时间就是kpi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可以在此断言 以后将不会再出现任何新的主性可以使用决斗士四件套 我手上怎么又多了一条内裤 嘿嘿 你拿到哟 所以关于圣衣物就已经总结到这里了 如果你说你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萌新玩家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真的老老实实待在新本就好了 也不用回去刷什么盘烟套了 因为逆飞盘烟其实也称不上是很优秀的圣衣物 怕可不必为了凑2加2而凑2加2 光脚压的不怕穿鞋的 如果你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那么还不如直接all in新本 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保佑你 可以保证你跑回去就能抓到好的盘烟二件套 说不定全是逆飞呢 好了讲完圣衣物 我们再来讲讲万众瞩目的尊贵88报商新专物吧 没错 也就是这把赤脚石 石 石柜武 哎呀好险啊 你说难怪那些日本人都吐槽说什么 为什么到期的角色用的汉字他们都不会读 就连我这种中文圈的多音字打人都差点念错了 也不怪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念错对吧 关于这把新的武器 因为他有高达88%的暴击伤害 所以在数据放出来的第一瞬间 就已经有很多人把他奉作神明 并且拿他跟盘烟结律相提并论 尊贵的88报商到底能不能让这一把赤脚石柜武以后成为一把跟绿剑一样 同样泛用性极强的泛用型五行专武呢 能够我在这里已经推算过了 经练武的情况之下大家可以看到满金的持骨剑比起满金的白影剑还是有明显的显著的提升的 很明显对于铁血的白嫖档而言 白影剑就是最佳的选择了 在这里也吹一波米哈优的精算师们永远的神 因为你白嫖的锻造武器跟你科金得来的骨头大剑如果没有拉开差距的话 那么谁要买骨头大刀呢 大家要想一想为什么流血狗们对骨头大刀的成数没有任何影响呢 为什么这个设定可以这么方便呢 其背后的逻辑当然跟商业有关了 把骨头大刀直接废了 那大月卡谁来买呢 骨头大刀本来就是月卡武器 现在少有的能看的武器了 当然我相信大家更加关心的是后面那一把赤脚石溃除 毕竟88的爆伤看起来就像流口水 但是结果非常遗憾 赤脚也仅仅比骨头大刀强了大概8%到10%左右 为什么我说这个范围是浮动的呢 接下来董哥就要带你讲一些硬核的数据知识了 因为这把大刀是倍率型武器 在很多人的脑海之中倍率是非常金贵的 是不会稀释的 但事实上也并非如此 如果你的一把武器提供50%的倍率的话 然后假设一位角色他的大招倍率是50 那么他拿起这把武器之后提升幅度将会达到100% 但是如果把这把武器给另外一位大招倍率是500%的角色的话 那么倍率的增幅就只有10%了 所以说完这些 我相信大家就明白了吧 我发现很多人在数据的理解上有存在误区 就是以为倍率型的武器就是直接给倍率是怎么给都不会稀释的 事实上并非如此 并且如果你的角色他的倍率越来越高 我的意思是说你的技能等级在这个过程之中升级了的话 你算下来的提升会更小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之前算阿贝多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算的是我们自己的阿贝多是一技能等级12级的 所以看起来提升就更小了 以至于后面有一部分追着我们说 说实际上还有多5%左右的提升 其原因是 他们认为大部分的玩家手里阿贝多的定位都是垃圾佬 只有8级的一技能 连9级都舍不得升 升一物更是只有18 19个20个此条的样子 技能等级越低 算下来活动专务给的越多 所以活动专务非常良心 不管这个5%的提升是不是质变的 总的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 再怎么说这次算一斗的数据 我们也不能把他的品A算成12级 对吧 在这一点上不管是满命的玩家还是低命的玩家 一般都是9或者10了 如果你认为把品A算成8级的话 这把武器提升会大一点 随意 但是在9级的品A技能下 荒龙逆夹杀的伤害期望提升只有6% 对于0命的一斗普攻的占比并不低 细心的观众一定注意到了 那就是荒龙一斗的重击倍率是高于普攻的前面几段的 并且高了不少 也就是说如果你品A越多 这把大刀的提升看起来就越大 但是随着命之座的提升 大家知道荒龙一斗打重击的比例会越来越高的 并且一斗的命之座以及五郎的命之座都会提供暴击伤害 全程有吃瓜的观众一定知道 上一次关于阿贝多的数据 我们最后把一技能调回9级 再把五郎和双眼buff全部打上之后 阿贝多就出现了防御力稀释的现象 满金的仿锤比起黎明神剑出现了一技能伤害期望迅速缩减的情况 仿锤比起黎明神剑即使抠掉大招只看一技能也只领先11%了 防御力一旦出现稀释就显得双暴更可贵了 这是很好理解的 于是说到这里 聪明的观众一定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把赤脚石溃储他不仅仅是提供了防御力 他更是提供了高额的暴伤 而随着一斗和五郎的命之座前进 在正确的配对之下 buff吃满了自然会造成暴伤开始出现稀释 防御力的权重也开始下滑的情况 反倒是骨头大刀的暴击率跟加伤是不容易稀释的 因为对于颜队而言增伤区反而是相对比较好甜的一个地方 而且我们全程算的是9级的平A 如果你是真爱党最后还给了他皇冠的话 你甚至会发现释放重击的时候骨头大刀打出了笔记恋衣的赤脚还要高 这么一丢丢的伤害期望 所以我觉得这玩意也挺抖的 这种类型的武器就是你越是真爱党 你越去升级角色的技能 然后他的收益从百分比来看就是越低的 当然不用前面的弹幕们提醒我 我在上一个女扑的视频已经这样强调过了 我说骨头大刀有个很大的缺点 那就是他绑定钟离的 所以如果你铁了心要让一斗穿什么逆飞四千套 然后又要拿骨头大刀的话 单纯的就是最后一个格子锁成了钟离罢了嘛 所以大家要去考虑一下啊 你如果抽了这把专武的话 以后一斗队的配对就有了更大的灵活性 格子的价值有时候说不清楚的 因为有时候三元队最后一个人你无脑上钟离是很好使的 特别是有些人的钟离还练度很高 拿个什么护魔之杖 当然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有阿贝多打 一早就准备了戏风钟离魔刀厚厚了对吧 其他武器全部不推荐 比如说什么狼墨呀或者是蜈蚣之类的 这些就不要拿来抖了 对于一斗而言 攻击力词条收益并非没有 但是不是很大 我们在这里稍微停一停回到圣遗物 对于一斗而言 如果你抽了专武 那肯定是无脑使用 暴击头的 对于持骨剑 突破本身就加暴击力的一斗而言 大家根据自己能够刷到的暴伤词条好好配平一下就好了 杯子方面无脑使用眼伤杯 如果你用什么防御杯的话 那骨头大刀就更加笑风了 沙漏就没有选择了 肯定是防御沙漏的 所以普通的武器主要影响的是你选择哪一种双爆头 到最后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把赤脚大刀怎么样 是不是越看越没有自己一开始想象中的这么顺眼呢 毕竟在一斗这种防御力高额的角色身上 他要打赢骨头大刀都显得这么辛苦 你还指望抽一把这样的大刀给什么迪路克或者是优拉之类的吗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之前的视频已经非常隐晦的跟大家这么讽 调侃过说防御力爆伤大刀是不靠谱的 当然你要给一斗抽一把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因为在我看来组队灵活性是很重要的一环 但是期待什么泛用性就不用去想太多了 所以这把武器我觉得只能为爱买单 如果我是资源有限的月卡党 我是绝对不会碰这把武器的 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为了这么两个角色而设计的 目前而言用好这把武器的角色 除了一斗之外只有他的原主人挪爱尔了 我再告诉大家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挪爱尔的重击的倍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女仆拿起满金的赤脚好去转圈圈的话 瞬间伤害就会起飞的 40米大刀的旋风啊 今天这个深渊我就包场了 当然了给四星角色抽五星武器下来都是比较奢侈的行为 如果从强度的角度出发的话 事实上是不太合理的消费的 这个就要看你有多爱挪爱尔了 当然我认为这些都不重要 也有很多人给克勤充满金的单手剑了对吧 好了在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毕竟卡池上线才五分钟嘛 我还没有抽到卡 大家等我抽起来啊实战耍一耍 不过应该跟我视频里面说的也没啥区别的 关于一斗的剩余物跟武器 我觉得这个视频已经讲的足够透彻了 下一个视频我们将着重讲一讲 一斗的命之座给我的印象 命之座的解析以及抽取建议 当然了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配对的构想 后续的内容将会更加的精彩 stay tune一键三连关注董哥的频道 到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先来四个日子 去年哪里 ين 几乎 我 这一轨子 你